大家早安啊 今天是個風和日曆的星期六 氣溫也十分的涼爽吧 前幾天應該都30 可能快到30度 但今天對高溫大概23度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立川 立川就讓人家聯想到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進昭和紀念公園 Let's go 現在時間才大概快九點半吧 我們以為就是九點半的立川應該是沒什麼人的 結果呢 發現人超級無敵多的 我們想搶在九點半開圓之前就排隊進去 這邊是可以租腳踏車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租的協力車啦 三個小時是1500塊日幣 那園區裡面有設很多停腳踏車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騎一下 然後找他的腳踏車停車場 在周遭逛逛之後呢 再回到腳踏車停車場 然後再繼續騎腳踏車 那這個Course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沒有認真就是整個園區一次騎 然後不停歇啦 那我看這個園區 應該有辦法騎個二三十分鐘不停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 對喜歡騎腳踏車的應該也是 滿好的一個運動喔 另外呢 我們覺得這個園區設計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左右啊 是有分說往前是在左邊的路 然後往回騎的話是右邊 這邊其實也可以帶自己的腳踏車進來 所以我們看到滿多家庭 一早就帶著小朋友 然後騎了自己的腳踏車 在國營造河公園裡面騎腳踏車 算是還滿不錯的親子活動 我們就在日本庭園站 停腳踏車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日本庭園吧 這公園真的超厲害耶 它公園裡面還有一個日本庭園 也就是說公園裡面還有一個公園 那會這麼厲害的原因就是 昭和今天的公園 它的Size真的超大的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的 六到七倍大吧 哇 早點來的好處就是這樣 這整個涼亭基本上都是你的啊 現在剛好是昌浦開的時候很漂亮的 我應該也是第一次這麼早到這個公園吧 平常大概都是下午可能吃完飯之後才來 然後都會覺得公園人好多 這一次是一開遠就進來啊 即便是星期六 其實人也不多 然後我覺得這種沒有人的感覺是好棒喔 以後呢 應該每一兩個月都會來吃這個公園 然後都挑還沒有人進來的時候趕快來玩 這邊還有大家寄證的盆栽 喜歡盆栽懂盆栽的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我們現在進到茶室來喝杯茶吃點小點心吧 這邊超棒的 因為也是像我們這樣早點來嘛 都沒有人整個茶室都被我們享受啦 回到第三Circle這邊的13號停車場 然後逛一下花枝丘跟這個 公園入場券450塊 然後騎腳踏車3個小時 騎腳踏車是1500塊 就雖然很多東京的公園都不用錢 但是可能人會比較雜一點 有付錢的公園有付錢公園的好處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來遺傳的這個昭和 歸營昭和經典公園 那我們現在這邊是重現昭和30年代 武藏野這邊的風景 所以看到很多農村的建築 我只能說現在時間蠻尷尬 因為就是該卸的話還沒卸完 該開的話還沒開完 所以這邊應該是一個拍照的好景點 所以我猜就是它那個藍色的花海開的時候 應該會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現在是顯得有點滄桑就是 網美第二景 不會動的盪鞦韆 網美第三景 大家想我趕快搭任意門吧 哇沒想到還有森林耶 還可以洗個森林浴 真棒 好現在要繼續騎腳踏車 要到最後兩個景點 就是大草原跟大池塘 那我們從停車場一出來啊 就到一個類似戶外美食街概念的一個區域 然後我們點了一些小東西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12點 我們有點餓了 我們現在在那邊吃點東西吧 來吃肉捲飯糰 600塊 分量十足 三位燒 我們現在來到草原區啊 我們發現呢 就是三個小時其實真的不是很夠 所以呢 我們打算再加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那這邊呢 駐腳踏車加半個小時的話 是加200塊吧 那一個小時就是400塊 其實也沒有很多啊 就是加一點錢 但是我覺得 如果因為趕時間 然後趕快緩車錯過這個美麗的景 我覺得其實有點可惜啦 如果有機會的話 平日來啊 這邊人應該會少很多可以拍到 我覺得自己比較喜歡的景色 哇 公園裡面竟然有這麼時尚的建築耶 這邊有一家是魏妍武設計的咖啡店 這個公園真的超會行銷的 在咖啡店旁邊還有一些租椅子 或租帳篷的地方 好 那我們回到草皮這邊 繼續散步啦 如果要我講說這個公園的好的地方呢 我覺得就是指揮票價 如果要我講說這個公園的好的地方呢 它四百五十塊吧 但是它能夠看到的東西就是 因有盡有盡 那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 雖然玩四個小時 已經算完滿趕的 我覺得如果 開園的時候 就慢慢的玩慢慢的吃 我們慢慢的看 我覺得一日久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距離公園大概走五分鐘左右呢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叫 Green Spring 它算是一個集合飯店 以及一些商業設施的一個區域 我們現在來Tama Center轉車 然後等一下去南大澤 但是在此前呢 先去搶娃娃吧 雖然花了一些錢 但我覺得真的是大豐收 我覺得這邊呢 比我在東京市區夾的 都還簡單非常非常的多 女朋友夾到這個 Toy Story 的這個 恐龍啊 那花了多少錢 我是不知道 有可能上萬 機率是蠻高的 沒有 那我們現在搭乘京王縣 應該是兩三站 就可以到南大澤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是那邊的Outlet 囉 我們現在到南大澤的Outlet 雖然這邊呢 也不是東京最大的Outlet 但我覺得它很方便 是離新宿大概搭車 三十幾分鐘 直接在車站外面就是一個Outlet 所以呢 對比較時間沒有那麼充裕的旅客的話 我覺得南大澤的Outlet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裡面有兩層樓 這家Outlet 算稍有設計感 但它逛起來蠻舒服的 就那種歐風的感覺 剛剛進到 General Standard 裡面 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 General Standard 裡面 有時候如果選貨的話 我覺得它的貨還不錯 但是這家就沒有選貨 Beams 也是有點可惜啦 因為它是以 Beams Heart 就是一個直線為主 那我比較沒有特別喜歡它的直線囉 鮑勃中午吃了漢堡 現在晚餐都吃了漢堡 但是這不是Vlog嗎 因為我們只想要 追求一個簡單自在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早安 今天是星期天的早上七點半 我們要走去Jonathan吃早餐囉 昨天告一一次 熱鬧的時候我喜歡 但是早上沒有人的感覺 我覺得更不錯 好 我們接下來要走到二子余川 二子余川 離高原是其實很方便 只要直直走到右轉就可以了 只要直直走到右轉就可以了 至少加上右轉其實要三個小時 所以呢對鮑勃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運動啦 散步的好處就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會經過什麼 你從來沒有發現過的一些隱藏經典 像我現在經過這個地方 它非常非常有歷史 它叫廟法寺 然後因為鮑勃其實本身就還蠻喜歡歷史建築的 所以看到這邊的歷史建築 很多都是已經蓋了兩三百年 就覺得哇 真的超棒的 好 最喜歡走這種巷子跟巷子中間的綠道 就很適合人走 然後還有綠樹 可是我覺得在東京還蠻常發現這種路的 好 終於快到了 前面就有二子余川啦 我現在的靠近了 讓我看到了 我們請用下課 一同年 我剛才算下課 就算下課 來個 vlog 有什麼 如果我們就坐在一起 我們就坐在一起 我們就坐在一起 你好 那我們就坐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就坐在一起 我們坐在一起 我們坐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